非常感谢你今天到我的妈妈今天来探望她 我也想说对于您有更深复的了解 可不可以告诉我您是音乐治疗师 可以告诉我您的为什么想要做音乐治疗师 我就是在台湾念心理系 然后在大四的时候修了一门课叫音乐治疗 然后我本来想要成为一位临床心理师 可是后来发现我真正想做的是 能够更多的跟我的个案互动 所以发现可以结合我最喜欢的音乐元素 然后以及一些心理学的背景 然后能够让我的个案达到疗路的效果 所以我就想说要朝这个方面去学习 那因为台湾目前还没有音乐治疗这个科系 所以我就决定出国进修 请问一下你到国外是到哪一个地方去学呢 我在美国的波士堆学的 是哪一家学校 学校是Leslie大学 这一家很有名的 那请问一下您学了多少多久 我一共学习加上实习共是三年 就是学了三年毕业 然后拿到硕士学位 所以实习是在什么地方做实习呢 我实习第一年是在养老院 就是美国的安养中心 然后第二年是在美国找疗机构 然后是做家访 就是去各个不同个案的家里 帮他们进行音乐治疗 非常好 请问一下 我看到您在这个名片上面 有提到这个乐无休止 那不知道乐无休止是什么样一个团队 就是我们乐无休止是由九位音乐治疗师组成的 因为其实音乐治疗在台湾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 可是好像一直没有被就是广为大众所知道 所以当我们几位治疗师比较自同道合 然后聚在一起 就想说我们希望把这个美好的东西 能够让台湾更多人能够知道 就是音乐治疗可以如何帮助他们 所以我们成立了这个团队 那我们才刚成立没有多久 就是今年才刚开始 那我们今年最大目标是能够办几场讲座 然后能够办几场与不同基金会啊 不同单位结合 然后我们一开始最重要就是想要推广音乐治疗 让大家更了解什么是音乐治疗 请问已经有办过哪几场的活动呢 我们自己办的办过一场 然后是比较多专业者 然后是专业者 然后也结合了木香鼓这样子 然后接下来我们在四月也会有两场 嗯 你刚说的木香鼓是什么 木香鼓是一个像木盒子 可是它其实是一个鼓 就是它里面有共鸣 然后可以去拍打节奏 然后它的特点是你可以坐在上面 所以你可以非常能够感受到它那个震动的效果 然后对于一些像自闭症的小朋友 其实他们的一些身体上的感官很敏感 所以它能够借由那个震动稳定它的情绪 我突然想到说对那个视障的朋友 这个木香鼓是不是也有些帮助呢 是因为视障的朋友如果没有办法透过视觉来看到一些外面的刺激 他们也更他们其他感官会更敏感 然后像音乐啊或者是他们也可以坐在上面 感受一下那个震动的频率 那这样的话 这个木香鼓一次可以坐一个人还是你坐好多个 一次坐一个 它那是有点像一个箱子这样 一次坐一个人在上面 然后你坐在上面的时候也可以拍打 所以这应该是一对一的桌子不是团体的 也可以有团体只是大家都要目前这样子 所以就每一个人都坐在上面然后一起打 其实我们有一个活动叫做就是鼓 就是团体的打鼓团体 然后每一个人打出来的节奏 那整个共鸣在我们的空间上面其实是很震撼的 那我听到这个我非常有兴趣 也许下次你们办这个活动的时候可以邀请我 我可以去帮你们做一个推广的报导 嗯可以 OK 好 那今天非常高兴李小姐接受文明记者好奇宝宝的访问 也希望说将来有机会你再过来帮帮妈妈看看怎么样来 让我妈妈有一些情绪可以吗 嗯好 谢谢你 谢谢 谢谢